嗨 我是六指淵 今天要來教再來一個搬家用的小特效 小文章 這樣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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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文章 這裡環影很大 那這裡是哪裡 我畢業了 我離看雲林抖六了 你看你們過去熟悉的那個場景呢 最近都會搬家 超累的 但我沒有選擇回高雄 而是在台北附近找房子 為什麼呢 如果我在台北找房子 每個月可以省下將近一萬多塊的車錢 因為我很常跑台北 我大四期間很長的時間都在高鐵上 但是台北的房子有夠貴 有夠難找的 我花了非常久的時間才找到這個坪數大 然後明亮的 通風的地方 雖然在偏僻的北區 但回空工作就方便多啦 這是因為南部小海 湧窗台北發展的故事 你們可以看到我的生活 這邊其實是一房一天一位一廚一兩台 那為什麼我講話回音那麼大 那其實收音聽起來應該不太好了 那因為這邊都完全沒有任何的家具 好 所以趁現在還沒有任何東西的時候 我帶大家來導覽一下 如果大概環境長怎樣 這邊就是大廳 那之後我可能會把這邊當作工作室 可能拍片的時候在這邊拍 這邊放沙發 攝影機這樣拍之類的 那這邊可能就放電腦中 在這邊工作的區域這樣 門一打開來直接工作這樣 累了 這邊有足夠的時候可以睡覺 但是現在裡面我心裡都放在裡面 所以非常的可怕 我就先把它關上 就是裡面就是大概就是睡覺的地方 然後那後面還有一個亮台 天亮的地圖這樣 然後這邊這個是廁所 小小間的廁所 然後你可以看到超壞天的黑人 因為現在是晚上 白天的時候長這個樣子 然後後面這邊就是廚房 所以直到這邊之後 有沒有辦法 開一點的時候拍上用的 所以最近會開始天購家具 那是最適合喜歡創作的我 因為我可以決定 我房間要佈置成什麼樣子 那你們就可以見證著一起 那如果你們有什麼建議 比如說這邊要擺什麼東西 擺什麼東西 都歡迎提供我的意見 那 那我最近其實還蠻喜歡 無影風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超加密的方向 應該也會朝那個路線下去挑 所以 幫你們各大廠商戰鬥機 可以接觸一下馬賽克的部分 那現在這邊空彈彈的 我覺得至少該擺一點東西吧 擺一點重要的東西 那當然也很套勤 這麼多行李 是這麼班的 很簡單 我這邊去過霍格華紙 所以我有魔法 威力強大 安全口感 我們站後面一點 這時候作為有點複雜 非常難記 試試看一次哦 666 哇 這樣加進就成功定位了耶 好 那大家一定非常好奇 這個特效是怎麼做的對吧 我就直接讓大家看看 原始的拍攝影片吧 這是門自動打開 箱子飛出來的拍攝過程 其實這種特效重點不在後製 而是在拍攝過程 這個則是鞋子飛出紙箱的效果 我們待會拿這卡來拆解示範 腦袋要有辦法想像畫面要怎麼拍 才能跟後製搭配 拉緊AE 關鍵就是在去背 對 一格一格去背 一起進入精神時光物吧 拍攝時記得保留空的場景 這樣就能進行合成 記得要注意陰影的部分 盡可能讓它表現自然 好像它自己會動一樣 這種效果就是靠耐心 如果把完整的影片去背過程放出來 觀眾應該會睡著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了解這特效的奧妙啦 對 所以像我是特效型YouTuber 我是最怕讓我拍攝過程被別人看到的 其實不是怕被別人知道特效的秘密 而是超尷尬 因為你沒上特效的時候 那個樣子根本就是錯樣 好 在YouTube上我的特效解析就保留最娛樂的效果 實際上的操作其實是非常枯燥乏味的 所以教學類的東西我會放到我的網站或是PressPay 尤其最近我PressPay上面的教學 要升級成更好的方案了 讓大家可以學到最新最酷的特效 底下有一份問訣 大家可以去填寫 那另外設計學院第三集也即將要推出了 這點投票我把前三名抓出來 重新再投過一遍 欸 整個結果好像不太一樣了 大家可以再回去看看到底誰現在是最高票呢 我們就在第三集揭曉 繼續前進我的設計學院 持續追蹤六指淵的頻道可以看到 我最新研究最酷的特效 那最後影片結束了 喜歡的話歡迎分享 再訂閱追蹤六指淵Huber 每次人到六點準時發揮影片 掰掰 請請按訊 請請按訊